我们这位网友 他说今天的节目很及时 请专家举一些病例 我不知道可能是不是 他刚才是谈的 我们两个话题 我想可能大概是指着 放射这个话题 他就举一些病例 我们可以再谈一谈 就是说放射 受到这个腐射以后 到底会产生最常见的症状 我们刚才谈了一些 最常见的症状 你还可以发现有脱发 刚才没有说 脱发 这也是我们经常 你要是用了放射线时间长以后 可以出现脱发 另外就是当放射线影响到血液 可以刚才提到了白细胞下降 那么可以引起白血病 就是血癌了 所以你如果受到放射线的影响以后 你要去医院查血 查查血相 看看有没有血相的不正常 另外还会出血 就是看很多 出血就是会 没有原因你就留很多鼻血 这样你应该就是去查 这也是就是血液受到影响了 另外还有就是说骨髓受到影响 那骨髓受到影响了以后 造血技能也会就是减低 另外也会得一些骨癌 这些病症 最严重的就是我到美国来以后 就是我在电视上看到 就是历史片了 就是演上次就是日本这个核爆炸 这些袭击以后 那是我第一次看到 我觉得真是惨不忍睹 那个人的他照的好多 就是真实的那个 当时的就是受辐射以后 患病的那种情景 那有的人他就是整个这一片 整个这个胸 不光是皮肤没有了 连肌肉都没有 露的就是骨头 就是非常非常的残 就是而且没有办法治疗 就是靠就叫维持 就是叫维持 就是说就是给他对症治疗 让他能活下来 但是就是说这个辐射 大了以后 这些症状就是真是非常非常残 就是说如果就是这个辐射 受到的这种辐射的这种状况 如果是非常严重的话 就是说这是是没有办法治的 没有办法治 只能维持治疗 就是支持疗法 好我们再回过头来说 我们今天的这个 现在这个春天啊 这个时候的这个话题 刚才我们谈的是过敏源的问题 还有很多很多的过敏源 可能我们在这个日常生活当中啊 不是特别的注意 你比如说你这个家里头 铺的这个地毯 这地毯里头好像也会有过敏源 会有的 所以不是建议就是说 对室内你要是尘满过敏啊 不要不要铺地毯 要铺这个硬木地板比较好 另外因为它那个尘满啊 它非常非常小 肉眼也看不到 它可以在你的枕头 枕头那个枕套上啊 可以在你的床当上 你的被子上 地毯里边啊 地毯因为非常松软嘛 它可以藏在那里边 所以你是看不到的 所以好多人都对这个尘满过敏 那就是说如果有人啊 就是说感松感到有这种过敏的 这样的症状啊 实际上呢比如说检查了以后 对这个花粉并不过敏 那么就是是不是就应该可以考虑 就是实际这个平时的生活环境当中 可能会有 无论是在家里 甚至在办公厂所 有些办公厂所下面铺的也是地毯 地毯呢也可能长时间不清理 在里边也会有这个过敏源 可以去做一个就是这个皮肤试验 就是检查一下过敏源 你到底是什么啊 食物也可以查 这个花粉啊也可以查 陈满它都可以查 就做它会它要扎好多好多点 然后看到底你对哪个物质过敏 这样的话你可以做完了 这项检查以后 你可以针对对因治疗 还有一个过敏源 我们刚才没有提到 就是药物 对 药物 药物也很重要 因为药物过敏呢 它会引起非常严重的后果 如果不及时治的话 最常见的我们就知道这个青霉素过敏 我想大家很多都听说啊 有的人青霉素所谓老百姓讲话 就是说运针了 运针了 对 实际上那就是青霉素过敏 所以为什么要打青霉素之前 一定要做皮试 你不做皮试的话 那过敏起来突然就有人虚脱过气 不及时讲究就会死亡的 所以有一些药 还有一些药 可能没有那么严重的过敏 比如说服有些孩子服 过去服黄安啊 会起这个药斑在脸上啊 长一个药斑 有很多药会过敏 就是这个药物过敏的也是一个 就是应当一大类 是非常重要的一个过敏源 所以应该在服用各种药的时候 一定是要非常的注意 对 要跟医生讲 你知道你对什么药过敏 一定要跟医生讲 说到这个 刚才是说到这个过敏源了 那哮喘 哮喘是不是 这是和过敏有没有关系 另外哮喘是不是 也是在春季的时候 就更多发一些 对 哮喘啊 哮喘实际上是就是过敏 就是这种变态反应里最严重的一种表现 是一种实际上是过敏的一种症状 对 它就是变态反应里最严重的一种 它也是一类疾病 就是说因为过敏状态 引起的最后患发哮喘了 所以这是最严重的一种表现 就是在过敏里头 那到了这个就是过敏这个高发期 比如说现在这个季节 春天 刚才您说 春天是容易诱发哮喘 因为过敏源比较多 怎么样来预防 比如说 如果发现了这种 那怎么样来治疗 哮喘它有很多诱因 就是说有些孩子 比如说他在遇到冷空气的时候 他有过敏体质 或者他有家族的有哮喘 或其他过敏的病史 然后他可能有一些就是比较爱喘 可能还没到哮喘的这种 这种严重的地步 但是你反复接触过敏源 你反复过敏的话 就会慢慢的就转变成哮喘 所以你要避免这些原因 一个就是说 如果你知道对什么过敏 你要躲开它 比如说如果花粉过敏 那你春天的时候最好闭门不出 或回家以后 赶快把衣服外边洗掉 冲个澡 就是把衣服换掉 因为它带着那些过敏源 然后窗户都要紧闭 最好是不要使用那个空调 它会把过敏源带进来 就是把很多这个灰尘 都要封闭 对对对 如果你要是知道是因为冷空气过敏 有的孩子一外边一跑 一运动过量 它就引起喘 那这样家长应该就是让孩子避免 这种剧烈运动 或者在天气特别冷的情况下 在外边运动的时间长 我这收到一封电子邮件 它是我们这位网友是问 这个过敏性的这个鼻炎 这是一个非常常见的 如果我们这位网友不发电邮过来 我也正要问你这种问题 他说我们这位网友想知道 就是假如是过敏性的这个鼻炎 吃大蒜是否有效 大蒜这个东西 现在在美国它也是作为一种 就是补充的 就是健康补充的一种办法 实际上它的搭蒜的作用 它是增强免疫力的 那个增强免疫力 并不是一定就能抵抗这个过敏 过敏是一种变态反应 增强免疫力是让你不受病毒 细菌这种感染 就是让你免疫力增强 抵抗疾病的 但是过敏是另一个机制 所以并没有报道 说大蒜对过敏有很大的作用 那如果这个过敏性的鼻炎 通常应该最常用的药物是什么 过敏性鼻炎 那先主要都是对症治疗了 因为过敏性鼻炎 它会你老流鼻涕 那么你可以先局部应用 当然也有就是全身治疗 对就是说口服的药 那么一般的就是先局部 鼻子的低剂 但是不要低多了 它有一些是含有激素类的 所以含有激素类的这种鼻子低剂 你一定要遵循医嘱 你不能随便的乱低 比如说如果他说一天 你低两次三次 你就不能说低上五六次 这样会反而以后会使你的病情加重 另外一些口服药 就是可以吃一些抗过敏的药 抗组织胺的这些药 要按照医嘱 就是说吃一定的疗程 这样来控制 但是最主要还是应该预防为主 为什么这样讲呢 你如果避免了跟过敏源的接触 你就不会犯过敏性鼻炎 当然好像有些比较难做到 我还有一个问题 就是过敏性的鼻炎 怎么样和感冒怎么样区分 有时候可能有些症状 有时候可能我不知道我是 我到底是因为感冒才这样 还是我是过敏性的这样的鼻炎 对 这是一个很好的问题 区别他们两个怎么样区别呢 一个从时间上 如果你只是感冒 那可能感冒很快 几天 最长也就是一个星期 大不了十天也就过去了 那如果是过敏性鼻炎的话 你可能两周以上都不会好 所以时间比较长的 你就要考虑到过敏 另外一个感冒 或者是比较重的感冒 或者流感会流鼻涕 这种流鼻涕呢 一开始它可能是轻的鼻涕 像水一样 然后以后它会流浓鼻涕 如果是这种 那就是你感冒了 病毒感染或者细菌感染了 那如果是过敏的话 那它一般的就是只是流轻鼻涕 就是说像水一样的 而且没什么原因就流 你也不发烧 另外在鼻子在流的同时呢 你可能有眼睛会流眼泪 所以这是区分过敏和感冒的 很重要的一点 对 没有什么其他的感冒的证明 比如说嗓子不疼 对 因为你感冒的时候 你不会流眼泪 你只是会流鼻涕 我们今天讨论这部分 还有这两三分钟的时间 还有一个问题 就是这个皮肤的过敏 对 皮肤过敏也是很常见的 皮肤过敏吧 一般是接触过敏 就是除了那些你吃药物 就是起药诊 那是表现在皮肤上 那一般的就是接触过敏 特别像一些化学性的刺激的 就是有一些东西 你接触了以后 这个比较容易就是预防和治疗 因为你发现是某种物质 接触了以后过敏 那你以后不要接触它 另外可以局部用药 先治疗就可以 有一些就是软膏 药膏或者低剂 就是它是含有那种强低松之类的 就是激素类的 可以用 但是一定不要多用 多用了以后对皮肤很有伤害 我们还有差不多一分钟的时间 我可能也许这是最后一个问题 就是刚才谈到这个过敏以后 这个用药 就是应该遵照医嘱 在美国这边就是有很多 就药店里头有很多这种 不要医生处方的药了 就是有很多 各种各样的 我怎么去选择 我不找医生开处方的话 我怎么去选择 你自己选药的时候 你要认真读它那个说明上面 你要对证 你看你是不是有这些症状 你有这些症状 你就用这个药 另外你自己用药 你不要长期用 你如果自己用的药不好的话 你还是要请教医生 就是你在选择这个药的时候 因为一般不要处方的药 它都是比较缓和的药 应该是负作又不是很大 这些药都是只能是控制症状 能根治吗 它主要是控制症状 就是说过敏是不能够 就是所谓的治好治愈 要想治愈就是脱敏疗法 那就得找医生了 一般的 光靠药物是不能根治的 那有没有什么 就是说有效的 会减轻 就是说会减轻 但是不会根治 要彻底根治 一个是你要躲离这个过敏源 另外需要用脱敏疗法 像食物过敏是永远不能根治的 因为没有脱敏疗法 好了 因为时间的关系 我们今天保健原地的专家话题 就进行到这里了 不过请不要离开 接下来我们还有其他健康话题的报道 非常感谢美国国家卫生研究院的 戴仲东博士参加今天的节目 同时也感谢各位观众和听众的热心的参与 提醒大家专家或者医生 提供的只是一些信息和建议 如果您真的有某一方面疾病的话 一定及时到当地医生那里去进行 面对面的诊断和治疗 以免耽误 除了通过短播和卫星电视 接受美国之音的节目以外 您可以登陆美国之音的中文网站 用现场视频来收看我们的节目 并且浏览其他最新的报道和影像资料 我们的网址是www.voachinese.com 海峡论坛由美国之音和台湾中广新闻网联合播出 每周日邀请在美国首都华盛顿 以及在台北的两位学者专家 就政治 经济 文化教育等各种两岸最新的热门话题 和听众观众们进行现场讨论 为海峡两岸听众观众提供一个理性客观的讨论平台 促进南岸人民之间的互相了解